美中贸易战停火专家,别高兴太早,美国与中国大陆为贸易战达成90天的停火协议 美国总统川普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一日在20国集团G20阿根廷峰会结束后举行会谈 川普同意暂缓将总值2000亿美元的大陆产品关税调升,到25%大陆则同意购买大量美国产品以缩小贸易逆差 但如果在接下来90天内双方无法就贸易问题达成共识,美国仍将调升关税白宫发言人办公室稍早发表声明说,川习会相当成功 川普表示这市场令人惊艳且富有成效的会议对美国和中共都有无限可能性 而他非常荣幸与习近平合作川普结束川习会后继承返回华府 他在空军一号上说,这是一项不可思议的交易 我暂停加征关税而中共会打开门户买近大量美国产品 北京清华卡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Paul Hano 说川习会的结果并不是突破 吴宁说是为了避免谈判破局这个结果不是最差 但困难的工作还在前头 白宫一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原定明年1月1日起对大陆总值2000亿美元产品 关税税率从10%调升到25% 如今川普同意暂缓实施 大陆则同意开购非常大量的美国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产品 以缩小中美贸易逆差具体细节带定白宫指出川普和习近 评同意双方立刻就关于强迫技术转移 智慧财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骇客入侵及建议 服务业及农业相关议题的结构性改变展开谈判 双方同意将建立在90天内完成协商 如果在期限内无法达成共识 关税税率就将从10%升至25% 川普已对总值2500亿美元的大陆产品课征关税 其中总值500亿的产品课征25% 另外总值2000亿的产品课征10% 大陆已展开反击 对总值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课征关税 根据白宫声明习近平表示 关于大陆官方未批准的美国芯片大厂高通 Colcom收购恩质普NXPE案若再次递案 它对同意并购案持开放态度 由于大陆是全球最大半导体消费市场 高通与恩质普都是大陆的重要营运商 因此这笔并购案需得到大陆官方 同意在美中贸易战启动后 大陆官方就卡住这项并购案 审查高通已于7月底到7日宣布 取消这笔价值430亿美元的交易 另外白宫指出 习近平同意将鸦片类止痛剂分泰尼 Fantano列为管制药品 把分泰尼贩售到美国的人 会受到大陆法律严惩 过去一年多来 川普经常关切大陆分泰尼 相往美国问题 美国每年有数万人 因为滥用分泰尼而丧命 可不得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